最近台灣就生誕起了一個炸雞品牌 就是誓要打沉KFC的胖老爹美食炸雞 開玩笑而已 這間其實是主打經濟實惠的炸雞 就被我們在風圍聽到它的名字的時候 已經立刻喉嚨痛的炸雞掉了 這門面就很簡單 一個大招牌上面就寫了所有的套餐在這裡 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超雞吧 這個名字 哈哈 明白的人就明白了 這裡的炸雞它就即叫即炸 不同的部位就炸不同的時間 我們點了這個雞腿雞筷雞翅套餐 來啦 看不見到這個全顏色的高溫炸飯 買了套餐近夜任還可以堂食無限的逐杯 喝死你也行 嘩 這麼快就炸好了 其實它也炸了很久 這下首師炸雞就是我們的專人 經過多年的高溫訓練才可以做到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學啊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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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熱呀 它這隻熱 我稱為 我撐你的廢熱呀 好 說一下炸雞 首先它這裡的肉真是多汁 砰 爆炸 它這塊炸雞腿的紋路可以清得上油炸殼的教課書 最重要就是它這個表皮的黃金比例 陷阱連這個salon都弄不出來 我要咬啦 我要咬啦 那些雞肉非常厚實 吃下去又不怕整口都有 喉嚨爽了 看到嗎 它的雞汁不停留在雞皮上 就要猶如這個乳後的荷葉 再來一個守司雞池 聽不聽到嗎 是熱氣的聲音 趁沒有人為意 我用鐵砂掌再徒手扯一塊雞皮 我頂一個大塊刀 弄個Mask也可以 我不會再擔心這個復活節沒有面具玩 最後最後 我是極不配置這間炸雞店 因為它真的吃完馬上喉嚨痛 唉 一切都是因果報應 想笑我昂貓就在下面留言 沒有肚子餓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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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